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3日 游泳世界杯布达佩斯战落幕 最后的男子200米挖泳决赛 中国挖王海洋保持稳定的状态 他拼尽全力以2分7秒32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会记录 至此本赛季的游泳世界杯全部结束 中国挖王缔造了伟大的壮举连续三战世界杯 他包揽男子挖泳全部冠军 也就是男子50米挖泳三连冠 100米挖泳三连冠 200米挖泳三连冠 本赛季的世界杯取得九战全胜的成绩 还把三个单项的赛会记录全部归于自己账下 实在是太强悍了 凭借如此强悍的表现 中国挖王获得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 总冠军奖金就高达10万美元汇总三战的总成绩 他一共获得16.6万美元的奖金 约合人民币超过120万 这就是大丰收啊 低调的中国挖王也征服了亚当皮弟 看两人交换有貌的表情 亚当皮弟很友好 应该被中国挖王的表现征服了 毕竟中国挖王是三个单项全部包揽冠军 这是巅峰期的亚当皮弟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忽视亚当皮弟 两人或许会在巴黎奥运会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我们的非证与所有的这个证据 以及我们有张思选的竞争 的单项全部包揽写 去都 wouldn't 一旦